這大學生活不是應該要多采多姿嗎 而且全台灣有上百間的大學 現在要問到的是 你覺得你心中最荒涼的校區在哪裡呢 有網友就在網路上面來舉行投票了 結果是由高雄師範大學的 燕朝校區拿下第一名 到底有多荒涼 來看看我們記者的報導 從男生宿舍走到全校 唯一一間便利超商 至少要花上二十分鐘 哪間學校占地這麼廣 去個超商得花上二十分鐘 有網友在網路上票選 全台灣最荒涼的大學 結果由高師大燕朝校區拿下冠軍 看看校門口的標示 從門口走到教學大樓要七百八十五公尺 科技大樓要一千公尺 餐廳和宿舍區更得走上一千兩百公尺 這麼長的距離 學生在校內行動 幾乎都用摩托車代步 如果沒有車的話 活動範圍大概就是學校而已 就比較難出校門 因為校區位於高雄燕朝山區 地勢偏遠 出了校門之後 附近也幾乎沒有什麼商店 生活機能不理想 學生要外出都得靠摩托車 高師大校方則表示 燕朝校區佔地高達五十一公頃 學校規劃全台班次最多的交通車 為的就是讓學生對距離無感 現在有增加兩路 兩三路的公車 就是已經有比之前還方便許多 我們開闢了非常便捷的shattel bus 那麼少則二十四班 多則將近二十八到三十班 另一間榜上有名的 則是嘉義中正大學 因為四周都是鳳梨田 甚至被學生戏稱為鳳梨大學 交通不便也常常讓學生頭痛 網路票選第二名 則是新北市的華泛大學 然而對於這樣的結果 也有不少人認為 學校佔地廣 遠離都市 反而更能專心上課 是缺點還是優點 就看學生心裡怎麼想 記者劉淺文 李偉珍成立國高雄嘉義報導